你知道人中长短对颜值的影响有多大吗 很多人都会忽略人中对整体颜值的影响 我先来看一下这组对比图 是不是感觉苏大强都年轻了很多 某女星调整了人中之后 颜值更是上升了一个level 像我这样人中长嘴唇宝的姐妹们 看起来会很凶很冷漠 甚至还有点刻薄 但人中短一点呢 整个人会更有亲和力 会更可爱一点 今天就叫大家一个年轻五岁的人中苏短 首先人中到底怎样才算长呢 标准的人中长度是最等于我们下个长度的二分之一 像居建一 周也 杨超越 它们的人中比都是标准的一比二 你们可以自己测量一下 有没有达到这一标准 那人中过长的姐妹 一定不要凑合后面的内容 很多人都不知道人中是分内人中跟外人中的 不是说你搜等这里就可以了 而是这一整条要整体去看的 为了使对比效果更明显呢 我会在我的上嘴唇上涂一点这些啊 看一下这个人中立马长的工作 搜等内人中呢就非常简单啦 无非就是在这儿或者这儿加的东西嘛 我们在这里扫一下阴影 让你的鼻子看起来稍微长一点 接着呢刷子上剩余的一点鱼子 然后画一下我们人人摸这里 让它看起来都会立体一点 因为如果它更加立体的话 它看起来会更短一点 然后涂唇釉的时候呢 在上的唇都涂唇一些 然后再用手往外晕 看一下这几步操作下来 这里的内人中就短了很多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的内人中底度多短 你的外人中就显得更长 可以感觉也降 如果你这里再往上走 那这里就会有往下降的感觉 如果想要搜等这块位置呢 我们无非就是想要直接往上走 画一个嘴角上扬 找一个三红色 在嘴角这边勾一勾 但基本上这步操作不好的 就很像嘴巴裂开了一样 这个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是很适用 那我们可以换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找一个扁头这牙刷站的遮瑕 在嘴角这里 往上一高 看一下这样的嘴角 起码就有往上扬的感觉了 外人中明显缩的不少 最后看一下前后对比 是不是立刻年轻的不少 如果我不说你们看得出来 我这边是自己的睫毛吗 如果你们贴仙子毛 贴来贴去还是东岛西歪的 那这期视频你一定要看完 省时省力 用自己的睫毛 给你搞出仙子毛的效果 老规则我们先把睫毛夹翘 先用睫毛搭底 给睫毛定个型 让这个翘起的睫毛呢 更加的持久 然后刷睫毛膏 让它更黑更长更密 看你睫毛 重点来了啊 重点来了 趁这个睫毛还没有干的时候 三四根睫毛为一错 夹成四五簇的样子 不知道什么方向 夹成几簇的 你就找一张好看照片贴在这 照着它夹 小镊子先把睫毛凑在一起 主要是夹睫毛的根部 也就是尖尖头 让它们粘到一起 因为睫毛刚刷完是有粘度的 小镊子夹的时候 可以带走多余的膏体 所以后面是不会有苍蝇腿的 有了这个办法 还贴什么仙子毛啊 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是自己的睫毛呢 这个方向就不用你去控制了 你去贴仙子毛的时候 那个方向都是动到前面 因为你控制不好那个方向吧 你贴的就会非常丑 再凡你有毛的样子 都可以夹出来 赶紧去试试啊 跟着网红化眼妆 就会把眼睛画得更小了 还有这个睫毛都看不见了 因为你是蒙古眼 很多亚洲女生都是典型的这种蒙古眼 眼头的这个位置被内字坠皮包住 形成了一个蒙古褶 这就显得我们的眼睛又小又猥琐 第一蒙古眼怎么贴顺眼皮贴 要把这个顺眼皮贴呢 给它倒过来贴 在我们原本的褶皱往上 眼头按住 上后 上下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很强的支撑力 把我们这个内字坠皮给它拽住 第二 眼妆倒置 蒙古眼就不要学网红 这么轻轻的画一个摄影眼影 轻轻的从头到尾画了一条上眼线 你会发现这边的眼妆全被蒙古褶给吃了 瞬间这个压迫感就上来了 眼睛素颜还要小 这整的 你们看啊 眼头连接眼尾 蒙古眼的上半部分比重比较大 所以为了追求平衡呢 我们得眼妆倒置 把消肿色扫到扇皮 下眼影咱们要加深 这整条的眼线咱就别画了 咱只画眼尾 因为它眼妆倒置嘛 所以这个眼睛下去呢 就更重要了 过残呢也更重要 亮片咱们放在眼头 这里亮了 蒙古褶就熬了 第三步 蒙古眼夹睫毛 因为咱们这块有个蒙古褶嘛 所以咱们夹睫毛的时候吧 你会发现这前面的睫毛 哎你就是夹不到 咱们眼球正中央的地方还是正常夹起来 然后注意 眼头的这边睫毛呢 以内眼角为远行旋转就是夹 你可以看到蒙古褶这边的睫毛夹翘之后 整个眼头会显得开阔很多 其实我这边的睫毛是刷了的 但正面看根本就没有 第四 蒙古眼怎么开眼角 蒙古眼这个眼头压迫感比较重嘛 很多姐妹学网红就开了一个尖尖的眼头 反而让这个蒙古褶显得更尖更压迫了 因为我们这个蒙古褶是向下眼神的 所以你不能再往下开眼头了 而是应该把这儿横着的一段给你填上棕色的线条 把我们的眼睛头子给它改圆 如果你是这种典型的蒙古眼 可千万别再学网红化眼妆啦